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 攻读圣路加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阿玛乌两位门徒回到耶路撒冷, 就把在路上所遇到的事和在分禀时认出耶稣的经过述说了一遍, 他们正在谈论这些事的时候, 耶稣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他们都惊慌起来,想是见了鬼。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惊慌? 为什么心里起恶呢? 你们看看我的手,我的脚,分明是我。 你们摸摸看,要知道鬼是没有肉,没有骨头的。 你们看,我是有的。 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指给他们看。 他们由于欢机,还是不敢相信,只是惊讶。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这里有什么事的没有?" 他们便给了他一片烤鱼。 他借过来当着他们的面吃了。 耶稣对他们说:"以前我还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就对你们说过这话。 凡是梅色法律,先知和圣勇上。 关于我所记载的话,都必定应验。 于是耶稣开启他们的心桥。 使他们理解经书,对他们说:"经上成这样记载。 在墨西亚必须受苦,第三天要从死人中复活。 人要因他的名字把悔改的信息, 从耶路撒冷开始传播给万民。 使他们得到罪事。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证人。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基督,我们跟着每一个复活其主人的福音, 因为看到有这样一样的东西。 就是耶稣复活了过后, 那他就显见给他的门徒, 他们的感觉就是害怕 害怕 怀疑 惊讶 然后他们 差不多每一次他们遇到 复活了耶稣 肯定会有一件就是 耶稣问他们有没有东西吃 就每次讲吃的东西就是了 是为什么他们害怕 以为见到鬼 耶稣已经跟他们讲了 你看我的手 看我的脚 看有肉 看有骨头 鬼是没有肉 没有骨头 这是没有错 但是我们要想一想 当时的人 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的 因为那时候他们是没有什么读书的 其实没有机会读书 没有像这样 我们读书 我们看真经 我们是大概明白的 但是他们那时候 就算他们会读 他们未必明白 所读的东西 因为耶稣也是说 每色的法律 圣勇 先知所说的东西 你们还不明白 其实如果我们没有什么读书 我们读那些 那些先知的书 圣勇也是 我也是觉得 可能我们也不是很理解 所以他们的想法是很简单 他们只是去抓鱼的人 还是只是牧人 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是很简单 看到耶稣复活 因为耶稣复活过后 他的肉身是不一样的 跟他复活前的是不一样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复活过后 我们的肉身是完全是不一样 不像不跟我们现在的肉身一样 所以他们以为真的是看到 鬼虽然声音是一样 人是不一样 是怎么可能 因为他们以前他们也是 可以讲就是 鬼也是可以变成人的 紧张一样的 所以他们就说真的是耶稣吗 所以耶稣要证明 怎么样证明就是 有没有东西吃 因为鬼是不能吃东西的 我们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 没有看过 你问我 我就不知道 我们也就没有看过 但是鬼我们知道 是不能吃东西的 没有肉身 所以耶稣吃了 就证明他是人来的 但是他们看了还是不敢相信 所以耶稣 其实那几句话是很重要 一个就是 愿你们平安 心里很乱 他们知道耶稣被钉死了 等待好复活 出现了又不敢相信 真的是 确定是他 而有当我们面对困难 困苦挑战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 惊情的 华语天主 马燕天主 这个是很平常的 因为当我们很示弱的时候 什么都看不到 如果一个人 很烦的时候 还是真的是 已经跌到很惨那种的 你可以跟他讲 天主是爱 天主是这样 会关注 也是 他还是无法 接受的 因为那时候 他的唯一一个问题 就是 为什么 发生在我身上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要 我要跌倒 为什么是我 所以 我们每一个人 都会经过这些经验的 包括华语 马燕天主 神父也会的 我们每一天 主题弥撒 有没有可能说 我有一天 没有 是说完全相信 我自己本身也是 我每一天 做弥撒的 还是会说 是真的吗 我做的是真的吗 还是有没有效的 是真的 还是我在这里讲道理 真的 真的会帮到别人的吗 还是我是讲而已 然后 每次就听听了 这边进那边出了的 所以 每一个人 对他的经验的 但是我们要记住 基督的话 就是 愿 我们 平安 我们 的生活 怎么样 安也好 耶稣 还是在那边的 你想想一下 如果你去一个地方 没有灯的 没有路灯 没有屋子 什么都没有 比如神灵 你去那边 什么灯都没有 你看天上 你就看到很多星 亮起来 越暗 越亮 所以 我们其实 看晚上 就是 当作是很暗了的 其实是最暗的时刻 就是 早晨之前 那时候还要早晨的时候 是最暗最暗的时刻 那时候 星星是最亮的 所以 当我们面对 我们的 所谓的黑夜 的时候 最亮的星星 就是 耶稣 我们不能靠 其他的东西了 因为没有 其他的灯 可以帮我们了 最暗最暗的时候 世界上 怎么样亮的灯 也好 也不能跟 天主的 亮度 强 所以 在这个复活期 我们复活了 就是代表 耶稣 基督的光 他的光 他的光 就是 把我们 就是讲 在我们最黑暗的时刻 我们要靠 这 基督的光 不然的话 我们为什么说 基督之光 基督之光 因为基督就是光 基督是最亮最亮的光 我们不能靠 我们不能靠世界上的 设计的 所谓的 所谓的东西 因为他真的帮不到我们的 帮 可能帮一阵子而已 但是 我们讲灵修的方面 只有耶稣 能够带我们 出 我们的黑夜 狂风大雨 怎么样也会停的 太阳也会出来的 只是 要时间 所以我们 等 太阳出来的时候 就要靠 耶稣 不能靠别人 靠自己 是肯定不能的 靠耶稣 有时候 感觉不到 但是我们知道 到 到最后 我们还是要相信 还是要 信从耶稣说 愿我们平安 所以我们 祈求 天主一致 赐给我们 他的平安 让我们 每一天 无人发生什么事 有什么挑战也好 我们知道 天主的光 一直跟着我们 Just a short summary If you look at the post-resurrection account in the gospel you will find several common elements in any of the gospels or any of the accounts of Jesus appearing to the disciples number one fear number two disbelief and usually it follows with a reassurance of Jesus and usually followed by some kind of meal makan so the thing is the post-resurrection Jesus the body no longer resembles the old body so if jesus appears to the disciples and say it is me of course they will see who are you i don't recognize you but even though the body is not the same the voice is the same the way an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e word that he uses because in every case he will use the word peace be with you only Christ would use such the thing is they are simple folks these disciples they are simple folks not very educated or education at all so for them when they see something supernatural of course the first thing of is ghost and even Jesus say I'm not a ghost I have flesh I have bon ghost that have but even then during those times demons can take on physical form to deceive people so which is why they are afraid to believe because he might be a demon in disguise is only the only way to prove empirically at least to say to people this is me is give me something to eat because ghosts demons they do not eat they don't have to eat they can't eat they do not need to eat so even if they are not able to perform the action of eating only a human can so opportunity of food to prove to these people because it's not that they can't believe it's just that circumstances prevent them from really saying that yes I believe but even then after that they are still doubt now for most of us if not all of us we will go through different periods of doubts in our life we doubt we perhaps not disbelieve but doubt we are angry with God or disappointed with God whatever it is especially when we are down when we go to the most difficult times in our life when we cannot see the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then we start to blame God and even if anyone come and tell us in our most difficult moment that God loves you God loves you do you think anyone will listen they won't because I can tell a person God loves you but they are still hurt or they are still hungry or they are still down it is a person's personal journey and I give an example of being at night now if you go to a place where there's no natural light I mean the uncreated light street lamps fluorescent lamps all that go to a jungle perhaps you look up in the sky you see a myriad of stars all shining brightly and throughout the night even though we think night is dark there are different degrees of darkness it is the darkest often before dawn that is the darkest period of night and the darkest period always produces the brightest stars because the stars shine very brightly through the darkness and these stars gives us at least an assurance now what are these stars in our life the light of Christ obviously so in our darkest moments especially in the most darkest and lowest moments of our life we need to rely on the light of Christ and not light of the world whatever the world can give us it is not enough it may be sufficient for a while but it will eventually fade which is why full satisfaction or happiness only the light of Christ and so we need to rely always on the light of Christ to help us to weather every storm in our life because storms will eventually end the clouds will go away and the sun will shine but until then it is the light of Christ that will continue to guide us on our journey and so as we continue with the celebration of light of Christ will always accompany us in every step of our way